记者沈泰瑶台北报道 打击空污 高雄市府寄出三个月免费搭乘大众运输免费措施 消息一出 高雄市民乐翻乐 县煞大台北地区的通勤族 有网友问台北是否跟进 也有网友很酸喝屁 使用者付费 对此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刘一廷表示 各地方县市政府的情况各有不同 因此不宜评论其他县市之政策推动 高雄市长陈菊金宣布 自12月1日的三个月内推出冬季大众运输免费措施 期间不限时段 持系统可用的电子票证可免费搭乘轻轨 市区公车公路客运 高雄捷运则是上午6点半至8点半 下午4点半至6点半的减锋时刻不用钱 有网友期待台北市能跟进 但也有网友认为台北不见得要做 网友Peggy Lynn表示 如果是要海解空污没有需要 但如果要海解交通 例如内湖就可以借此鼓励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蛮不错的 科兴民众则说 会搭乘的人就会搭 就算免费 不会搭的人还是不会搭 平常习惯开车 骑车上下班 顶多假日考虑一下 缓解空污冲击 高雄12月起三个月搭乘大众运输不用钱 打电灯 预养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